就是黨團可能在下個會期會演義說提高這個罷免的門檻 那你自己怎麼看這樣子的 我覺得今天我們因為現在從青條行動也可以看到 昨天整個的罷免行動更如火如荼 甚至在很多的地方比如說像台中 他們已經開始在收集這個所謂的連署書 那麼這個很多的立委他上任到現在也不過短短的半年 那沒有在犯什麼大錯的狀況之下 只是因為要做政治性的報復 只是因為民進黨輸不起 然後呢就遍地瘋火的在喊罷免 這確實非常的浪費社會資源 而且也造成整個國內的政治情勢的動盪 所以我們認為說對未來政治的長治久安而言 我們確實現在的這個學爸爸裡面的這個罷免的門檻 是不是應該做一些調整 那我們現在很重要是我們並沒有要修那25% 而是說比如說你今天一個立法委員 他是8萬票或9萬票他當選 然後在遠遠低於他的票數你就可以把他罷免 那請問原來選他的八九萬人的名義你有在乎嗎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修法的方向是 如果你要罷免他的話比喻他原來得票數是9萬票 那你至少要9萬01票才能罷免他 這樣才比較合理 否則的話他在一年之前那些的同意他還有投票給他當選的這些名義 我們也必須要顧其黨 民進黨他們的操作罷免就是瀑火連天 那這個黨團是不是要提高收法這個罷免的任務 基本上現在你看到民進黨就是那種所謂的賭書翻桌的心態 在民進黨來講的話就是不服過去選舉 我們2024選舉民進黨的雙少數的局面 所以不管是複議視線到所謂的罷免 民進黨其實基本就是一個翻桌的心態 那對國民黨來講的話事實上對於罷免的這個事情 基本上我們就是審慎的面對跟因應 那不讓民進黨這種翻桌的心態得以輕易得逞 那贊成修辣嗎 我想相關的一些法治的工作的話 自然黨團以及國民黨內部會有一些討論 但是對於民進黨這種所謂的鋪天蓋地的罷免 我們自然會全力的來因應 一定要讓國會有調查權 而且調查權 這是民進黨過去包括陳水扁 包括謝長廷 包括林佐水 一連串支持來的 民進黨做不到 國民黨做得到好不好 我們讓在野黨就是要監督制衡 所以陽光不只照進立法院 是要照進貪腐無能的行政院 貪腐無能的全台灣 貪腐無能的執政黨對不對 對 第二個再拜託大家 剛剛一整排民進黨用威脅動吼 說要罷免國民黨的立委 罷免誰 罷免月圓茲 大家不會心疼嗎 要不要罷免月圓茲 不要 當然不要 這麼認真 戰力這麼強的立委 包括月圓茲 羅志強 徐巧鑫 我們52個立委 都是戰力最強的對不對 對 所以在這裡 他罷免一個 我們罷免他兩個好不好 他敢罷免一個 他敢打我們一個 我們就打他兩個好不好 好 打他連署下去 展現我們的力量 拜託大家 謝謝 投到吳思遙那邊罷免的啊 到現在講話做的事都不行啊 投吳思遙 全台灣的民意 並不是只有民進黨說的算 還有蔡建民最討厭 撐到他我投就贏 還有網美會 他不夠人玩 我投吳思遙 他在政黨協商 他一直說要討論 還有在罵人 你連罵人 我覺得他根本沒在討論啊 立法院國會改革覆議案 今天進行表決 最終以62比51的票數 反對行政院覆議 民進黨再度吞敗 不過雖然場內議事順利進行 但場外各自有藍鷹和輕鳥行動群眾 各站一路 而針對日前有團體喊話 要罷免國民黨立委 這次藍鷹行動 國民黨也以相同方式反制 特別製作看板 讓民眾投票選出 最想罷免的是哪位民進黨立委 吳思遙 最爛的 因為他對最狡猾的 很會狡辯 最討厭的 怨惡度最高的 頭吳思遙 我對於他的一些作為不是很滿意 全台灣的民意 並不是只有民進黨說的算 這樣才是民主的真諦 頭吳思遙那邊罷免的啊 到現在講話做事都不行啊 我們每天都在看電視 我們都看得清清楚楚啊 那個做事講話都完全聽不 不是一般的正常人講得出來的話 一定要來啊 他們現在立黨的意思這樣子做這種小動作 我也看不下去啊 每天新聞這樣子看很清楚啊 吳思遙老 他沒棄足 又齁 很唱秋耶 辛苦了 太深了 一個齁 沒辦法幫助老百姓 他就是 還有 還有柯建民最討厭 看到他我妥就陰 還有完美會 他個人完美棄子 我感覺他們 討厭很多豬 都討厭到這裡 因為他根本沒有用心 正正在幫助 幫助 受惠老百姓 政黨無法無天 不講道理 不講道理 他每天亂講話 講的話都是 不信實的都是騙人 黃鐵覺得他不應該在國會這樣子的藐視國會 文明的納稅錢 你為什麼 國會本來就要改革了啊 要讓南明知道說 政府這些錢你花到哪裡去了 我們南明必須要知道 我偷吳思遙 他在政黨協商 只會抹黑人 抹紅人 他一直說要討論 他又在罵人 避免罵人 我覺得他根本沒在討論啊 所以我覺得 國會改革 必須要通過 讓這些弊案 那些雞蛋啊 疫苗啊這些 都可以公諸於眾 我覺得就是 我們必須要勇敢站出來聽 國會改革 我們年輕人不站出來的話 就是政府都會一直以為就是 我們不發表我們的意見 那他們其實就是絕大脫術 但是其實不是的 是希望說 我們的心聲 國家現在的賴清德總統 他們政府也要能夠聽到 不是他們的意見 才是大家的意見 因為我們不想要打仗 我們也不想要 不會變成這樣的狀態 對 政府的一些政策 已經讓我們大家 過得很不好了 對 對 市民是遍地太花 那你的選舉要如何去 我覺得這些公民團體 事實上就是真的 期待了條港警 他們只是先設建太花 其實他已經鎖定了一些人 然後現在找各種理由 那我相信未來 他還會找各種不同的領域 來攻擊我們這些公民黨的領域 對我來講 事實上我覺得不怕的 我沒有完全的準備 對而且呢我也要告訴這些公民團 我也不是吃素 如果來罷免我一定會 找一個人來陪我 那麼我現在會鎖定胡思遙 所以 只要來罷免我一定會鎖定胡思遙 一起陪我 但不知道你有沒有看 昨天台上公民團體在喊話 他們是用禁告 例如說禁告業員之 禁告學團 就是用這種一個一個唱名的方式 那就有網友說 覺得像是過去那種文革的那種感覺 你怎麼看外面公民團體 因為在昨天 他們一個個來喊名的方式 很多人都覺得說 這簡直是後衛兵重現 所以今天在青鳥活動現場 難道這些特定的 這些公民團體的主持人 要把它變成是一個綠衛兵嗎 用這種方式一個一個來警告 其實真的很像過去的紅衛兵 如果今天的青鳥行動會變成這樣的話 那真的改回綠衛兵行動嗎